因此宋朝官员的奉务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优惠 一个副县长级别的月薪响最高达到400万 相当于现在的6.4万元人民币 是汉代的十倍 清淡的二到六倍 除正常奉务工资外 还有各种铃罗绸缎 茶酒铸亮 马匹及恩赏等福利 地方官则配有大量植田 宋朝低级公务员生活水平也就是甜甜吃肉 所以南宋时期的大脚官员仅一美食生活奢华 因此作为副县长的赵国云 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购买大量丝绸服饰 他的目中几乎放置了当时最好的衣服料子 我们黄岩发掘测土的 赵伯云木的辐射 它这个丝制品的品种齐全 辐射的制品 丝制品的辐射的品种也比较多样 所以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证明 我们当时的浙江是一个丝绸制造业 制造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 所以从而从这个文物的方面去证明 浙江当年就是丝绸制服 这么个美与的一个食物主针 在南宋时期 黄岩县城的西门外 是当时的商业街区最繁华的地方 公元1196年 黄岩校友桥被大水冲毁 乡绅们请求赵国云出资 重修了一座桥 新建的桥命名为五栋桥 桥的规模是圆满于十倍 大大改善了当地百姓们出现条件 据说衣着讲究的赵国云 时常会站在桥头 遥望中原故乡 1216年 赵国云病逝 后人把他与妻子合葬在现在的前郊村 而他墓中的这些丝绸服饰 为后人研究南宋的历史文化 以及科技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目准 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新的时政 也为大家还原了一个八百多年前 真实的南宋士大夫的日常生活 也为大家听到这些专家的疫情